Hello大家好 我是胖七 今天我妈缺缺告我说 给我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嫁妆 等我结婚的时候要送给我 妈你提前给我让我看看呗 别烫了 这儿不给你 为妈呀你点脚我看看呗 要不要一看 你说有啥好藏着的 你先给我呗让我看看 又不是古董 就是古董 差不多 就是不给你 这儿不给你 你妈为妈给我中午好 就是给你丢着个古董 到时候穿给你 四四四个点脚我看看 走海哥一起去看看 我给你拉出来 雕孩不能去 雕孩不能看 为妈呀 不为妈 就是不能叫她看 为妈呀 不为妈 你要看啊 叫人满意在叫雕孩看吧 你表妈的 我感觉不是什么好懂点 你见了就知道了 那走 走看看你 海哥那我先跟妈看看去啊 我先看了满意的话 我回来悄悄告诉你啊 好懂 坐完吗 走 给纳出来啊 纳出来吧 给 我妈呀 还非得给我卖个棺子 还藏着吗 艳势 还真是古董呀 差不多 差不多 走看看 在那儿了 还藏着了 我给你穿羊子 就这样 就这样 满意呗 我的个天哪 满意满意满意 非常满意 这家装真的 我真是太喜欢了 海哥 海哥 我看到我的家装了 多少钱呀 最少50万 哎呀 我妈给我准备的这架装 我跟你说真的 50万你都买不来 太给力了 我的天啊 你就想吧 50万差不多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展男神器 就是跟榴莲啊 键盘啊 地位差不多 但是我妈给我准备的那个架装 是展男神器的鼻祖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 我感觉真的是不止50万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好吗 那啥玩意的 那我跟你说一下 你猜一猜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据说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还被评为了最有创造力的发明之一 而且我妈给我留下来的这个宝贝啊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它以前是特别鲜艳的红色的 然后呢 就是经过了差不多 多少年啊 40年 经过了差不多40年的这个洗礼 现在那个宝贝变成了这个 沉稳大气的郑公红 现在的那个郑公红呀 就跟那个就是清朝皇帝 他批月授折的时候 那个朱沙红有点相似 就是他代表的就是人的权力 还有孙颜知道吗 还有就是有了那个东西之后 就是我以后的这个家庭地位 可能会直线上升 麻烦烦烈交代价花 看完这家庭吃主吃无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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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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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儿俩完了 你知道你儿俩开始设计我了 你真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展南神器 整体的这个核心部分呢 是采用了这个波纹式的设计的 然后这个波纹的这个最高处和最低处呢 它的落差呀是一公分左右 这样呢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提供这种摩擦力的 它这个设计啊是能够使这个体验着 在这个皮肤刚刚接触到它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哎 自己的这个人生啊简直达到了巅峰 从此之后呢就正通人和国泰民安 居家乐业幸福祥和 一家人呢就能过上平安喜乐的日子了 最重要的一点呀 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材质 它这个材质呢 是采用这个特殊的塑胶材料制作的 就是使它的极大的增加了这个承重力 还有这个使用的寿命 相传这个传家宝已经在我妈手里 用了40多年的历史了 你就说它值不值钱 娘啊 真是挺娘啊 小伙伴们 你们结婚的时候 爸爸妈妈或者是丈母娘 都送的你们什么嫁妆呢 欢迎底下评论留言 咱们大家探讨探讨 看看是你们的嫁妆值钱 还是我的嫁妆值钱 我妈说 我爸爸也给我准备了一份嫁妆 我是猜也猜不着的 而且她说所有的网友也猜不着 是啥嫁妆的 我们下集见哦 下集给大家分享 拜拜